这个箱上有这个二密码 也有这个标射码 那么我们这个西瓜上 也有这个标射码 我们主要是看上面那个标识 这是标识 这个标识可以讲是动态西瓜的 唯一的这个身份证 那么比方说西瓜在种植的时候 瓜体里面就有传感失败 会实时记录西瓜 从私肥浇水到驱虫的 等信息的数据 这些信息的数据 就可以通过标识来查看 所以正是依托这个标识 类似动态西瓜的这样的农产品 可以实行从停头到渴头 从停头到兆头的 全程追溯和数字化的营销 而且可以营房假冒为例 可以有效地保护地理标志 有机绿色和地方 明有特产的品牌信誉和价值 我是在关于促进制造业 高涨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中 明确专门政策 对二级节点运营单位 给予300万元一次性脚劣 二级节点年度新增标识解析量 超50亿次 给予50万元脚劣 对接入二级节点的工业企业 年度新增标识解析量 超5000万次 给予5万元奖励 此外 东台拥有全省 限于最多的9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我们充分挖掘农业领域特色优势 扎实推进标识场景落地 积极培育示范标杆 基本实现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 接入二级节点全覆盖 建成基于标识解析的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品牌保护和质量追溯平台 富能农产品的品牌价值提升 江苏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体系创新发展 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 加快建设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应用标识解析体系 助农会农 第二个是 开展标识与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互联互通 促进农产品品牌的保护 以及全流程的质量的追溯 第三个方面是 助推农产品标识管理平台的建设 包括推进农产品全环节的 标识化 数字化 品牌化 还要助力农产品的产量 销量 质量的全方位的提升